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好朋友,蹦蹦,欢迎收看本期的《这是常识》。 每顿都只吃七成吧,还经常走路和跑步,最后体重还是重了。 也许你长胖的最规模式就是盐,食盐有风险,以肥胖。 盐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剂,但是据考考研究表明,盐吃多了会导致肥胖。 盐分会改变脂肪的习惯,高盐的饮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,而过量的胰岛素会让你的身体认为母亲的糖分储备不足, 造成的结果就是身体按照胰岛素的指示继续储备糖分,而这些多余的糖分则会被身体转化为脂肪收藏起来。 而且盐会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,所以香味食物总是会让人想要多吃一点,再多一点。 依水肿,某程度上来讲,香味食物的功效恰好类似于香烟中的泥骨丁和酒中的乙醇, 总是让人感到欲罢不能,高盐食物会让你吃更多盐,而更多的盐则意味着非常容易引起水肿, 而且食盐摄入过多还会使血压升高并增加胃病、骨质疏松的患病风险, 特别是高血压患者更应该少吃盐。 2.一头痛 据研究表明,每天吃8颗盐的人比吃4颗的盐,头痛次数多了三分之一以上, 而少吃盐之所以可以减少头痛发作几率,是因为吃盐少,可降低血压及血管压力。 所以总是偏头痛或者身体容易不适的人,尽量饮食清淡一些,这样身体也会更健康一点。 控制食盐摄入 中国居民膳食建议,成年人每人每天食盐的摄入量不超过6颗,老年人不应超过5颗, 但是日常生活中盐分的摄入是从全饮食接触开始的,如何正确控制食盐摄入量呢? 1.换定量勺 其实可以去买一个食盐定量勺,按照家里的吃饭人数乘以6颗,用定量勺咬出一天的食盐量, 这样可以很好的控制每人一天6颗的食盐用量。 2. 少吃加工食品 榨菜 酱菜这类食物非常下饭,和稀饭必备小咸菜,但是这类咸菜往往含颜量非常高。 除了咸菜之外,熟食肉类和午餐肉,香肠之类的熟食制品也非常容易导致摄入食盐过量,建议选择新鲜蔬菜和肉类来代替。 3. 用蒸煮代替酱卤 卤味真的很好吃,很多人都喜欢经常买一点外面的卤味回家,再炒上两个素材就这样凑合上了,但是卤味食物往往是食物中含颜量很高的食品,在家里最好还是用蒸煮这类不需要多放调料腌制的烹饪方法代替。 4. 选择代替酱料 炒菜时晚点放盐多放醋,有利于减少盐的摄入,或者选择低奶盐、低盐酱油,减少鸡精豆瓣酱等酱料。 5. 阅读成分表 还有一类食物看似跟盐分没什么关系,尝起来也感觉不到什么香味,但都含有很多不可见盐,配料表一看一个准,像化美瓜子之类的干果也逃不开盐的浸食。 所以平常在选购食物的时候,最好还是看看配料表,特别是钠的含量。 好了朋友们,感谢关注,这次尝试了解更多常识,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